如果女生永远就是在那边等着给别人追的话 那你就永远只能在追你的人里面 挑一个你最喜欢的那一个 而不是自己去主动自己找一个你喜欢的那个人 你想要从别人身上得到什么东西 你就自己要先让别人觉得 他从你身上得到了什么东西 网络上不是有很多人说什么制造神秘感啊 怎样怎样 可是我觉得那些都是制造 你不可能一直这样制造下去啊 让他就是喜欢你整个人 啊就是个人 不是你单纯不想再跟他继续下去了 他还会自己帮你收藏 我是威 又来到渣渣来解答系列 这次是网友报名的女版渣 我们现在一起来打给她 喂 哈啰福西你好 听说你有一个非常厉害可以追到天才的方法 他是一套 连续的变观 给外人的观感 还有给他自己心里的感觉 必须是他追到我 可是只有我知道就是嘿嘿 最多有同十几个男生追过你 大概应该不到十个 不到十个 对 哈哈哈哈 哦是哦不到十个 对不到十个 对啊对啊 你真的是很很很纯情耶 一个太少了两个刚好三个不嫌多 就是 哈哈哈哈 就是好假设我有一个目标好了 有一次云想要掉 我跟你讲现在男生也很聪明 就是你看现在影片那么多啊 啊大家这样学来学去 对就男生防备心也会有 我是那种就是男生怎么跟男生讲话 我就怎么跟男生讲话 真的哦可是可是 那我一开始会先 我从零到认识我是 就是这种模式 哦哦哦 其实这种就是到最后 真的没有成功的话 其实也就是当哥们我也没差 我也没差 没差 通常女生会遇到有难度的 应该就是那种木头形 可是真的是天菜的那种吧 哦对 因为其它男 其他宅男你就随便送的她东西 也不需要什么理由 他们就直接哦 对就是你直接直接高潮了 不需要什么技巧嘛 好 然後就是我這邊講勾引木頭天菜的部分好了 我會就是製造一些小忙 然後請對方來幫我 就是幫忙之後然後可能就是我會送飲料 或是咖啡或是小餅乾 就是送的東西可是不要太多 可是我東西會挑 挑個網路上有名的 然後可能要排隊的 可是我不會直接約吃飯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讓他覺得你有在精心準備這個東西 有然後男生就想說還是我自己多想我多情了 對就是讓你多想 你在那邊想太多 可是他想越多他在你身上投資的那個詩詞 要的就只是這個而已 你要他去思考你這個人 去想你 對對對 而且想越久就會愛到很奇怪 對對對 我要講的就是怎麼朋友就是從零然後到朋友化 然後再來就是朋友化到他就是愛我愛到不行 然後就是愛到甚至我後面我我膩了我拋棄他 他也不會就是可能大家都在那邊說 他就渣女他就不要 可是他會不會啊 可是我其實覺得他不是這種人 他一定是怎樣 就是他會自己幫我消毒 我根本就不用在那邊替自己開記者會生氣 其實替就是渣女講句話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沒有真正的渣女 就是就有的人他可能他要的只是錢嘛 對那他就是乞丐 乞丐 乞丐 他不是渣女他是乞丐 然後呢 對不起對不起 我那個對 沒關係對 我客觀的承受一個信心 我之前好笑 然後另外一種就像我這種 心裡會有一種很空虛的感覺 可是那個空虛我又不想要一直換男朋友來填補 我就會跟男生好一下 然後就是會希望男生喜歡我 每個渣女的背後都是一個結類史 喔真的嗎你有斜類史嗎 可以分享嗎 斜類史喔 我覺得這個 這可能要拍個二三十劑耶 你有被劈腿過 呃 欸這這 我覺得是一個比劈腿還要更毀人三觀的事情耶 是什麼 你知道林毅涵的事件嗎 為什麼 就狼癡 啊我知道很可憐耶 就是 那個自殺女生 對對對對對 他是我 他是我學姐 蛤 就是 對啊就是類似那種事情 然後我也得過憂鬱症 蛤 是喔 所以我就是一個從亂杖鋼裡面生存下來的 一直一朵小草 蛤 我覺得你很棒耶 真的嗎 對啊 對啊你用你的方式去去面對這個世界 面對男生啊 沒有真的很棒耶 沒有真的很棒耶 立志故事嗎 因為我不過 所以我覺得我就 就是因為我被那樣子 對 所以其實我中間是有大 大招經過一段時間 就是 做一些 嗯 太好的事情 然後之後 我後來這生活模式是 就是 大學之後才這樣 真的喔 真的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短折點 可是 我扎的前提 我也是不想要傷害人家 所以我不會 交往 就是太喜歡我 對我就會躲 我就不會交往 所以有一種 填補童年的 因應的那種感覺 可是很 就其實心理是很掙扎 嗯 就是會在 呃 這樣做到底是 是不是在傷害人家 還是 我就讓我自己 陷在那個黑洞裡面 就是我就當我自己沒有人愛 就好了 的這種感覺 對 可是有的男生會 他一開始跟你相處的時候 就把自己 就自己把自己定位在工具人 對 可是他又不認命 就是他又不稱職 你一開始你對自己的設定 你的行為 就是一個工具人的行為 然後你後來你又 你不要跟我說什麼 你無欲無求 你不求回報什麼 你都 你都就是 在那邊講屁話 Duck 就你 你怎麼 為什麼你會覺得他把自己定位在工具人 你是怎麼看 因為他一開始的行為 就不是把我當朋友的那種 我看明顯的感覺 然後他一直在捧我 對 他是有企圖心的靠近你的 對對對 這種我就不敢 我就不敢 哦 你不是不想是不敢 而且我不是不想我是不敢 哈哈 你好誠實喔 很棒欸 這真的是有很多女生的想法 因為講真的講真的 以我來講的話 到底如果有人要愛你 有人要對你付出 怎麼可能不想啊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誰會不想拿 對啊 只是大家會去思考那個後面 對 你是如何讓他們想要追你 就是當朋友完之後要做什麼事 朋友完要怎麼進化成 對 我要講 就是這邊是超級大重點 就是螢光筆畫起來 就是你平常要先建立好一個 你就是一個女漢子 然後很 對 就是你什麼都可以自己來 很堅強 然後也很活潑開朗什麼什麼的那一種 然後可是在你脆弱的時候 你就 找你的目標對象下手 你就找他哭 可是不要真的哭 你要捐捐的氣流 你要要哭不哭的 我怎麼做人那麼失敗 就是整個什麼錯都Google到自己 我反正就是我平常就樹立一個外表妹子 但是內心是鋼鐵直男這種人生 然後 忽然間又讓他覺得 忽然外表妹子蠻重要 因為我行為就已經很難的做 對 所以我外表就至少外表要是個生理女 所以我覺得就是打扮什麼什麼這些 就是真的稍微顧一下 第二招就是把話題帶到感情 然後帶到感情之後不要一直說 就可能前男友啊前曖昧對象的壞話 完全也是不能講壞話 不要一直說自己付出多少 就是不要當那種分手後的臭女生 因為我覺得很多男女的那種立場都是 相對的 對 沒錯 你不能讓他覺得你在留念 可是你要讓他覺得你在反省 喔 沒錯 然後你要說 就是 如果有下一段感情的話 自己一定會 好好對待下一個人迷迫之前的錯 這種話你講得出來 我講得出來我就是全靠這張嘴 不要急著說你一次就要到位 你一次就要get到 你就是幾次幾次 就是你要維持住那個基本好感 然後要讓他單獨出去 是處於一個就是輕鬆自在 沒有戒心的狀態 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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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是個妹子 你的人看起來是個妹子 但是他又可以放心的跟你講心事 讓他喜歡你 就是我不是說想要甩掉的時候 要能夠好好收尾的話 就是必須要讓他就是 就是喜歡你整個人 就是 不是你單純不想再跟他繼續下去了 他還會自己幫你收藏 就是其實長話短說也真的是 你太好我配不上你 可是把他短話長說 你怎麼跟他走近的 你就要怎麼跟他分開 你走近的用那招 你跟他分開也要用同招 天啊 等一下我們這集很像在教女生如何 全身而退 就是因為我覺得天菜型通常都是一個很悶騷 然後有點自負悶騷 然後七情怪狀的個性對不對 然後這種的話就是你要走到他的心裡 就是除了我先就拋轉隱喻的概念 就是我先拋出我內心的東西 然後先讓他覺得我好像對他超心超廢 然後再慢慢引導出他對你說出他的過去 你就成功了 哦對我真的 真的對你讓男生對你說他的心裡話內心的東西 天菜型天菜型 好來請你教教如何讓男生說出來 你要很會觀察 你聽過就是 就是雪中送炭比景上天花更容易讓人感動 對對 就是你要在他在雪中的時候送炭 就是你看到他心情不好嗎 你就跟他講我心情不好 就是你懂嗎 你跟他說我心情不好 他會有共感 我就會灑一點雞湯 我就會說就是 可是其實像很多條件比我更不好的人 你都還在努力啊 然後有時候會覺得自己這樣很不應該 會覺得自己在無病生理 罵自己罵自己多罵自己 真的 然後通常啦 通常做到這個份上他就會開始講 對 他會安慰你 他安慰完你之後他就會講 哦我知道 因為人會想安慰別人的時候就會想要說 欸我也是這樣沒事啦 大家都是 啊 對就是你要知道 你會有這種感覺 太后這種感覺 可是就是你知道兩個人在沒有 在沒有心事交流的時候一定是 就像你跟女生的好朋友也是一定是其中一方 先拋出 對對對 先丟出來先主動先示意一下 就是讓他覺得他很信任我 然後我覺得也很信任 對對對就是自己要先 可是對 這個就是他其實他如果是一個很悶的人 就假設他沒有回饋你其實講真的你也沒有損失 因為他可能是當下不知道怎麼講 因為那種人都很木頭嘛 可是你跟他講完之後 他其實會放在心裡 他放得很 啊你就不一定要急著一次兩次就怎樣 就幾次 一定會中一定百發百中 這百發百中 可是你要有一個不急的心態 就是他今天他當下沒有回饋你 可是我可以保證說他一定是會放在心上 對對對絕對 對 要去想他不會去思考你是個怎樣的人 嗯 就是就是網路上不是有很多 有人說什麼製造神秘感啊怎樣怎樣 可是我覺得那些都是製造 可是那些都是製造出來的東西 你你不可能一直這樣製造下去啊 就是伎良啊什麼什麼那種的 嗯那只是一個輔助 你想要從別人身上得到什麼東西 你就自己要先讓別人覺得 他從你身上得到了什麼東西 啊聽完福西人分享其實我有一點低迷 我覺得有一點心疼他 因為我相信他一定也是經歷過很多事情 之後他才會覺得感情觀 或者是怎麼樣很需要被愛 我相信每個渣女 或者是每一個缺乏愛的人 他們一定都有自己的故事 那拍這些影片並不是鼓勵大家 照這些方法去渣別人 而是希望大家可以運用在好的地方上 或者是一些木讷的男生女生 不知道要如何讓喜歡的對象追到他 因為我個人覺得 如果女生永遠就是在那邊等著給別人追的話 那你就永遠只能在追你的人裡面 挑一個你最喜歡的那一個 而不是自己去主動出去 找一個你喜歡的那個人 所以我覺得女生去花心思學習 如何去接近自己想要的對象 去get到他並沒有什麼錯 希望這支影片可以幫助到大家 然後如果你也想要報名 請渣渣來解答的話 歡迎底下留言 私訊我的IG OK 快點來找我報名吧